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5月18号到20号 中共在北京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 这是18大以来中央层面首次召开统战工作会议 也是最近9年以来的第一次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表简话 强调要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坚持党的领导和重点统战三类人 有分析说 统战会议名称从全国改成中央凸显习近平大统战思维 也凸显中共造就自觉接受中共领导的党外代表的目标 那么哪三类人将有幸成为中共统战的对象 统战目标的变化能否帮助中共找到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时事大家谈 首先邀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何先生通过skype从纽约参加讨论 何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你好 你好 各位好 张先生也通过skype从北京参加讨论 我们欢迎两位 也欢迎各位听众光尊重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 免费热线是400 120 0551 请您拨打400 120 0551 提出您的问题 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 首先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说 想问您怎么样解读统战这两个字 因为有分析称从纵向来说 中共最近几年都没有开 那么18大之后首次开 那么上一次开是06年 那么这说明就是说一召开统战会议 就是说中共可能现在形势不是太美妙 那么另外从横向的角度来说 如果把统战这两个字放在世界的格局中 它似乎是有一些过时 您的解读 是 这个名词实际上是等于上个世纪的30年代出现 那么当时来看主要是讲什么呢 就是叫做一开始叫做联合阵线 所谓联合阵线 那就是说当时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 所以它团结国内的各党派 然后各阶层 然后组成一开始叫联合阵线 后来叫统一战线 来一直对付日本的侵略 那么当然这中间也有中共自己的一些盘算 就是他们借助统一战线 他们也摆脱了红军 在国民政府的围剿下的这种不利的处境 通过西安事变以后建立统一战线 实际上就是中共的地位变成合法化了 所以这个统一战线也被认为是 中共的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但是不同时期也有不同时期的统战 所以像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来看 其实和以前的统战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这个过去实际上统战 主要是统跟自己这个意见不同的 或者甚至反对自己的人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 中共当时处于一个在野党的地位 他需要争取更多的朋友 到了这个他的革命胜利掌握政权以后 张先生现在音频好像有一些问题 我现在想请教一下在纽约的何平先生 何平先生过去呢一谈到统战 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说的 中共都是把统战对象 作为自己的对立面来进行统战 试图把他们争取过来 比如讲国民党的人士啊 海外的同胞啦 什么港澳的侨胞啊等等 现在呢中共的这个把明显的三类人 分为他的统战对象 第一个就是留学生 包括现在在海外的和已经回到中国的留学生 第二个就是新媒体当中的代表性人物 第三个就是非公有制的人士 特别是他们的下一代 你怎么看待中共统战对象的变化 中共统战对象的变化 是随着他的这个政治需要的变化也变化 因为这几代人呢 就是凡学不能完全的 拿入到他的体系之内的 这个一些政治势力 经济势力 或者是学界势力 或者表演界的势力 知名界的各种有影响力的人 那么呢他们都有拿入到他的这个统战对象 这是每一个时期他最需要的 那么现在这几代人呢 跟中共的这个离心离带的这个比较强 很多的留学生在过去几十年回到了中国 实际上呢 在中共体系里面 除非你的父母是这个高级官员 干部除非是你自己是 当时还是中共特别把你判出来的留学生 否则的话在中共官僚体系里面 被重任的几率是很低的 甚至他们有一些秘密的这个说法 实际上这些都是被控制使用的 那么现在留学生很多的经纪分子 真正能够在美国 比如说在西方能够找到工作的 真正具有军业能力的 回去中国是比较少的 只是他们在西方可能不能发挥他们能量的人呢 这个这个 这有可能回到这个中国 所以相对来讲呢 他们希望通过这种统战的手段 把这一批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呢 拿入到中国的体系里面 其实这个对于留学生的统战 对留学生的安危来讲 是非常糟糕的 除非你想回到中国去 你就直接跟共产党一起干上了革命 或者是搞这场改革 那否则的话 你要是一边又是在西方呢 在大学里面任教 或者是在公司里面工作 甚至有的在政府部门工作 然后你回去为了一个所谓的名誉 为了所谓的一时的被中共领导接见 那实际上你对你在西方的安全是不合适的 因为有一些被打扮成为所谓的公司的人 或者是打扮成某一个企业或者某个大学的人 可能是中共官方的一个背景 或者是军方的背景 这些情况一般留学生 或者一般的学者是很难判断的 那么他们如果掉入了这个陷阱 他们回到西方以后 又会被西方的这个警察机构 情报机构所监视 所监控 所以他们就成为了 这个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这种政治权力斗争 这个利益斗争这样的一个牺牲品 很容易陷入到其中 所以留学生成为中共的腾炸代相 对于整个留学生来讲是很不安全的 那么新媒体这个出现了 这个是中国现在政治动向里面的 很重要的一个层面 一方面中共在努力控制这个新媒体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体本身的熟悉的复杂性 使中国的控制力度很弱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 现在的知识分子 几乎都是通过新媒体来了解世界 和教他们的思想 和交换他们的信息 所以对新媒体的控制强度呢 也是比国际更强 那么中国的媒体 网络媒体实际上在一定程度来讲 是中国的主流网 它跟世界的这个互联网的精神 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世界上的互联网的一个精神就是 人类文明的共同互相 人类文明的信息的共同的这个 沟通 人类不同价值观 在互联网上面进行对撞 进行交流 但是中国由于为了控制它的独裁统治 控制它的这个舆论环境 所以完全把中国的这个新媒体 控制在它的这个范巢之内 中国人根本就 就现在不知道Google是谁 也不知道Facebook是谁 也不知道太太是谁 但是这样一种方式 这个仍然使一帮年轻人 使一帮知识分子 他们想尽办法跟世界这个信息的沟通 而且他们即算是在中共控制的媒体之下 他们也是比这个在传统媒体里 更赢感地交流很多不同的信息 所以中共也很恐慌 也要通过这么一种方式 来试图去加以控制 所以凡是哪一个方面 对中共产生了某种威胁 或者是中共急于需要利用的 就成为它的统计对象 但是凡是成为统战对象的人 实际上并不是被中共真正信任的人 只要时机一到 这些没有利用价值的 这些人就会被抛弃 是张立凡先生 对不起刚才你的线路有一些问题 刚才我们和何平先生 在讨论中共统战的新的对象 三类人 一个是留学生 第二个是新媒体当中的代表人物 第三个是非公有制的经济人 特别是年轻一代 我想请您着重分析一下 后两种人 因为留学生刚才 何平先生已经分析过了 新媒体当中的代表人物 像周小平 花千芳这类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 新媒体当中的代表人物 第二个就是非公有制的经济人 是特别是年轻一代 请问一下 中国首富王健林之子 王思聪是不是应该作为公众的 中共的统战对象 其实这个一直有批评 就是说中共可能统错了对象 这个因为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直觉 就是感觉像这个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 如果是你选什么周小平 花千芳 我想肯定现在不大可能了 因为这个习主席也发现 可能他这个被某些部门 这个给蒙蔽了 弄了这么两块料上来跟他对话 那么我想这次我们注意到 就是统战部门 他这次从 体的这些人士的培训 一直是由国心办搞的 现在呢 这个图战部开始接手 所以不久前我们也看到 有他们在这个社会主义学院 搞了这个所谓的这个 新阶层的这些代表性人士的一个研讨班 理论研讨班 那么这个基本上都是一些个 民间的这个 电网媒体的CEO啊 或者副总啊 当然也有像这个邓飞这样的 这个就是说网络大V也有 那么当然这个呢 可能我觉得比前面那个 像花千芳和周小平要合适一些 但是呢也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把这些新媒体的代表人士 你做他们的工作 因为这中间也谈到啊 这个习主义也谈到呀 建立经常性的连续渠道 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 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 弘扬主旋律等方面 发挥正能量 这个中间呢 还是有一点问题 就是当然我们看这些个人士 他们的表态都很好 也很理解这个官方的这个苦心 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这样做 就把他们逐渐的 把这些个新媒体 变成和官方媒体一样的媒体以后 它的作用可能就不像以前了 是 这也就是说啊 这个捅 你捅如果说你 把原来不是自己的这个宠物 变成了自己的宠物 然后让他帮着你叫唤 这种情况可能以后 他的可信度 他的公信力就会降低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 好 谢谢张先生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 有什么话要说 当然我 王健林的儿子 请讲 张先生 好我们来看一下云南的周先生 不好说 喂 就是感觉上呢 这个可能应该 这个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啊 可能对于这种富二代来讲 其实他们对政治也未必在行 所以现在弄的这个像这个两会啊 基本上都是一些富人俱乐部 然后或者是官员俱乐部 像这种情况如果再继续一下 我觉得其实两会就没有什么活力 那么当然这个变成一个一言堂 大家都在那一块歌功颂德 我觉得其实也起不到他们所预期的那种作用 所以我看网友也有些讨论 就说这个统一战线不是统一言论 也有的说呢 还不如啊 就是说你们索性把你们抓的人放几个 那样倒是给人感觉很有统战的诚意 好谢谢张先生 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 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这个统战工作啊 中共搞了很多年 等于那个我记得建国初期那个时候 我认为那个时候好像统战工作挺好 大量的这个领导职务 由这些党外人士民主人士来担任 但是呢一个反右运动 就把这些人打得差不多了 了解那段历史都知道 很寒心的 其实知道那段历史的人要警惕了 中共这个统战我认为是 其实也没什么诚意 到需要的时候统战 到不需要的时候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 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 你好山东邹先生 大家好 我觉得虽然说是九年未开这个同战会议 但是中共九年来并未停止作为统战这个工作 今年提出这个三种人士团结重点 我觉得是这样以前一直在做的这种三种的一个战略 再次提出或者明确化了 如果第一个团结海外留学人员 就是研究了以前那个千人计划 目的是窃取就是说国外的一些超科技 然后还有这个团结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 我觉得有点像这个国内这个言论 舆论的一个管控 我觉得这个管控现在有一种像海外扩张这种趋势 就比如说前年发生在香港 那个打人事件 就有一个赌鞭那个被打了 然后再有一个第三类是非公有制的经济人士 我就有点感觉像这个军政那种经济 通过经济向海外渗透 因为民间经济交流实际上是被党控制的这种 被党服务的这种这个定义体 具体危害就比如说还是说像刚才香港那些媒体那种一样 好这是我的意见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做一个回应 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这次呢 大家也注意到就是说本来是全国统战会议 现在变成了中央统战会议 这是60年以来 第一次把它改成中央 这个层面的您怎么看 这样一种改变 那么刚才的张先生也提到 就是说这次的这个习近平 他针对的这个三类人呢 其实就想把不是自己的宠物 变成自己的宠物来替自己叫唤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 中共呢他已经感觉到 就是说现在这个言论自由 舆论自由 媒体自由的这样一个自由的倾向呢 似乎是有一些难于控制呢 是的 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统战工作 就是把那些他还不能完全控制的人 或者是他需要控制的人 他需要利用的人 需要利用的世界来 拿入到他这个体系之内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非公有之这一部分呢 其实是不需要他统战的 这些所谓的商人 这些所谓的艺人 在过去的中间呢 即使他们已经是真想向中共去统战 而不是中共去统战他们 因为他们去统战 统战不干什么呢 就是想当一个政协委员 就想当一个政协常委 就是在政协里面当一个副主席 这样的话呢 给他们这些民家企业家呢 拍上一个光荣的一个头衔 我是某一个领导 冒称我还是中共官员的一部分 然后呢甚至得到 因为有了政协委员的保护壳 这种一个名声呢 好像又给他做声音呢 提供了一些合法性的保障 所以在过去几十年中间 我认识的很多商人 实际上他们是自己在举动统战部 他们通过统战部的这个系统呢 要求成为 希望能够成为政协委员 希望在政协的会议上要路过面 因为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认识省理领导 市立领导 如果你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你可以认识中央领导 所以他实际上是 不需要中共去统战 所以统战部在过去几十年中间 基本上是疲于这个应付 而不是他们去统战 什么跟他们思想不一样的知识分子 或者是跟他们思想不一样的 一个政治活的人是没有的 他们才能不是做这个工作 这些人是他们直接打击就可以了 公安局来执行这个事情 国安局来执行这个事情 那么商人 这些所谓的新媒体的领导人 或者留学生里面的一批 想拍中共马屁的人 或者想回国去发展的人 他们是真相去跟统战部建立关系 我们知道统战部是 这个政协的一个后台 这个政协是统战部的一个前台 那统战的一个作用 不仅仅是吃个饭 不仅仅是开个会进行一下交流 而是通过这种交易就说了 你成为政协委员 你成为政协委员 政协常委 你成为政协里面的一个领导 所以政协会议就是统战公租的一个表现 你看在过去 我们看到了美女的这个两位 这个政协就成为了中国的一个行为艺术 那么也是个表演艺术 你看演员很多 大家的焦点都是说 这个演员穿什么 那个演员讲什么 或者是哪一个商人又怎么表现出他很有钱 等等等等 根本就没有人去关系什么政协 讨论什么政治 讨论什么国家政策 早就没有了 就是一场表演艺术 我觉得这一次的统战工作 表面上增加了所谓的三代人 实际上的本质也没有产生变化 未来的形式也没有产生变化 只是习近平在治国的时候 因为他要完成一下新的花样 但他新的花样又玩不出来 那么就他拉了毛泽东以前的所谓的这些东西 再装上他的一些新的一些热等名词 或者一些大家所关注的一些人物 来进入到他的这个所谓的控制体系里面 其实我觉得他的表现方式是一样的 这些人并不需要中国去统战 这些人根本不需要中国去统战 我觉得这些人是会举动去统战中共 你赶紧给我一个政策委员 赶紧给我一个政策常委 真正需要统战的是谁呢 应该是刘晓波 对不对 因为刘晓波跟你不一样啊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统战刘晓波了 真正应该统战的是高瑜啊 高瑜跟你的观点不一样啊 对不对 那些这个所谓的政策委员的野员 所谓的野员 所谓的主持人 所谓的商人都跟你一样的 他是拍你马屁的人啊 需要你统战什么 现在的这个中国的新媒体领导人 有几个不想拍跟他那马屁啊 他不拍跟他那马屁啊 他不拍跟他那马屁啊 他有北斗吗 他有新浪吗 他有造福吗 他有腾性吗 他没有的 这些人 你跟他那叫他干什么 他必须干什么 你不干什么 试试看 我就不要你开嘛 对不对 你的电信系统控制在我手里 我随便让你开就开 不要你开就不开啊 我今天要你登这个就登这个 明天叫你不登这个就不懂这个啊 所以我不太认为 就是这个张先生所讲的 这些媒体会产生本质变化 这些媒体本来就是 中国新军的一个外延 对吧 他根本就不需要你去统战 这些人会主动要求你 成为你的政策委员 成为你的政策常委 成为你的权力里面的一部分 因为只有成为你权力里面的一部分 哪怕是花瓶的一部分 他也有利于他造孙力 有利于他挣钱 有利于他在中国运作 你不听个那种的话 你不要说你是中国人 对不对 你是外国人 你是Google 你是百度 你是这个Facebook 你也不行 你看那个Facebook 对不对 那个领导人 那个创办人很不要脸嘛 对不对 他主上把了一本习近平的书 我这不相信他 看了习近平的书呢 对不对 如果他看懂了 他就应该明白 OK 我在中国根本就不可能 做这个Facebook 对不对 但是他们脑子里面还是想 我向你信脉 我来讨好你 看我能不能成为 你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里面的一杯羹 我觉得这个开政权会议 就是一个表演 从实际来讲 他达不到真正上 原来所达到的 一个统战的目的 也这些 所谓的这些三类人 也好 五类人也好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他们有失控的这个危险 但是从整理来讲 这批人即使是真相去陪 跟他那马屁的人 也不需要跟他那去统战的人 跟他那需要真正统战的人 是应该跟他离心离德的人 但是他又只需要去打击 也不去统战 好的 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天津的张先生 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我说一下 就是说他现在这个所谓的统战 我理解 实际上对中国公民 这两个质疑 最根本的一种否认 他既然如果说是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那他说什么 说什么 什么时候说 还得听你用你的统战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 这个共产党 他们在这个最高领导层次 有时候他们自己都混淆了 自己这些东西 他们用所谓这些个 这个治理国家 这些什么统战工具 这些那些东西 实际上你这个统战也好 他是国家公民不是 对不对 你不让这个国家公民随便的发生 他可以对国家任何事情 都可以发生 对吧 再又说 什么公民组织 这个什么 这个你都不让成立 只要成立东西 就得说你共产党好 这我觉得 我还是前几次 我发言那一例子 就是说共产党 在有些方面 既愚蠢的又幼稚 好的 谢谢天津张先生 接下来是河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 你好 你好 我想这个政协组织 我们不要说个人的问题 就是个匹质的问题 比如政协委员 这应该是民意代表 是民选的 现在是指定性的 比如说赵本山是政协委员 他为什么恶搞残疾人 为什么他不恶搞参观呢 因为他知道 这个他不是残疾人选举出来的 是指定出来的 如果他是民意代表是选举出来 他是不敢恶搞残疾人 失去这些选票 所以说中国的问题还是个体制要改革 谢谢你们 好 谢谢河北张先生 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刚才天津的张先生也谈到了 实际上就是所谓中共统战的最大公约数 习近平在讲话当中也谈到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最大的公约数 在你看来应该是什么 是应该坚持中共的领导 坚持所谓社会主义制度 还是应该爱拥护 中华民族 中国文化 爱中国等等 您认为这个最大公约数应该怎么样来制定 那个最大公约数这个概念 我可能三年前我就提出来过 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说 其实改革 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 就是谋求最大的公约数 所以如果那个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 如果我们不是在这个宪法的前提下来谈这个最大公约数 而仅仅仅是强调就是一切都是围绕着党的领导 帮党说话 然后呢这个搞统一战线 统一部分人再去占一部分人 那我觉得那个其实还是一个这个 一个这个矛盾的产生的这么一个并造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统一战线 张立凡先生的他的音频还有一些问题 好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中共九年来首开统战会 习近平明确三类人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请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 将选研讨会 拥江还是岛江 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卫视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